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週刊 美國租主川普週六在白宮舉辦 題為和平收緣法律與秩序的主題活動 那麼這是川普總統感染中共病毒康復以後的 首次公共活動 被視為是下週的大型集會的預熱 10月10日 從中共肺炎中康復的川普 在白宮首次舉辦和公眾面對面的活動 白宮要求參加演講活動的人必須佩戴口罩 並配合體溫檢測等防疫措施 川普說 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要求法律和秩序 他們不接受社會主義 網路 해도續有外交人團中 香港名副 underm藝人 VAN 疫情侷ient跑腳後 尊重戀居 hopeful 父 tôi羅斯克殺劫理 聯邦國人類企劫 美國人和黨混亂 剧乘法律 另外 川普表示美国将击败中共病毒 下周一 川普将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桑福德国际机场 举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集会 另外 盖洛普10月7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在大疫情期间 56%的受欢者表示 自己和家庭比4年前过得好 盖洛普分别在1984年、1992年、2004年和2012年 就同样的问题进行过调查 前几次 称自己比4年前过得好的受欢者不足50% 新唐人记者李澜 上镜综合报道 自感染中共病毒以后 美国总的川普的健康状况出现奇迹 迅速恢复 现在已经离开医疗中心 返回白宫开始工作 而康复以后 川普总统一再发表讲话 要求中共负责任 10月2日 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川普被送往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总统套房 继续办公 梅拉尼亚则留在白宫隔离 各国首脑纷纷向川普夫妇表示问候 祝愿他们早日康复 第二天 川普发布视频 感谢全球的支持者 并表示有奇迹发生 自川普总统住院一连几天晚上 都有民众聚集在医院外 为川普总统首页祈祷 在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 也都有民众自发地为川普总统祈祷 5日 川普总统的白宫医生康利 以及沃尔特里德医疗团队 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 确认川普已经完全符合出院标准 当天晚上 川普总统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 离开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返回白宫 川普表示 自己目前的感觉非常好 他鼓励民众不要惧怕中共病毒 更不要被病毒主宰自己的生活 因为目前已经拥有非常有效的药物 和对中共病毒的更多了解 在返回白宫以后 川普还将继续地接受 全天候的医疗监护和治疗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视频当中 团到自己的痊愈的经历 他表示 自己这次染疫是神的眷顾 是因祸得福 他介绍说 由再生原制药 开发的一种抗体混合物 和里来公司的抗体疗法 帮助他的身体恢复健康 他授权医院可在紧急情况下 免费地给病人使用这些药物 10月10号 美国总统川普出席了 在白宫举行的 法律秩序主题活动 这是他康复以后的 首次公共活动 预计 他还会出席 在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 桑福德国际机场 举行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机会 川普康复以后再次重申 中共必须对疫情负责 也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旅美政经分析人士秦鹏认为 川普的讲话意味着要加速对中共追责 川普对中共的政策 从2017年年底开始贸易战 到大瘟疫之后 川普政府已经系统的演化出来了 一套对中共的政策策略对策 对中共来讲是属于全部封杀型的 是一个基于消灭中共的策略上 去做这件事情的 而不仅仅是一般人理解的 冷战遏制中共 特别是川普本人感染 以及美国人死亡了21万人 这种情况下 对于川普政府来讲 他会进一步的认识到 只要有中国共产党在 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和平 和美国的安全 川普的私人律师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稍早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就表示 对于这场袭击全球的大瘟疫 中共病毒的交法最为合适 他认为一些人不愿意用中共病毒的叫法 是不敢追责中共 因为他们被中共抓住了把柄 川普此前宣布 要让中共为病毒的传播付出巨大代价 目前已经出台的行动 在内政领域包括 国土安全部狭属的移民局 不再受理中共党员的移民申请 拒绝党员入境 调查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等 在经贸和外交方面包括 制裁华为和中芯国际 强化美台合作关系 组建包括亚洲北约 美澳日印在内的新的跨国同盟 捍卫自由民主秩序等 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 让人关注 美国乔治亚州参议员 凯利·洛夫勒 也赞同让中共为这场疫情付出代价 洛夫勒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专访中表示 中国知道这种病毒 但他们没有警告我们 还对我们撒谎掩盖疫情 这使世界各地大量的人丧生 它让人们失去生计 还影响了我们国家的每个人 我们必须追究中国的责任 并且确保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美国国卿蓬佩奥周五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为了阻止中共全球霸权野心 美国正在持续地在全球推进 构建新的同盟关系 他希望亚洲北约能够成为机构化的联盟 美国国卿蓬佩奥10月9号 在接受一档广播节目采访 回答有关亚洲北约问题时表示 川普政府已经组建了 由美国领导的 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 在内的四个民主国家 组成的对抗中共威胁的联盟 他希望这个模式 能够固定下来机构化 这是美国在全球建立反共联盟 阻止其霸权扩张的一部分 周二 蓬佩奥在东京 与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 举行了四方会谈 就印太地区的安全等重要议题进行协商 蓬佩奥表示 奥巴马 拜登政府与中共合作 甚至对中共屈膝 让其肆意猖獗地伤害美国重要利益 川普不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如果中共说了而不做 川普政府要让中共为此付出代价 新唐人记者李澜上镜综合报道 长期研究共产主义和激进组织 对社会隐蔽影响的作家 电影制片人特雷弗·洛登 日前在接受英文大纪元时报的专访时表示 过去几个月发生的在美国的暴动 都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家 电影制片人特雷弗·洛登 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共产主义 及其组织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 他在日前接受英文大纪元 Crossroads节目采访时表示 美国各地暴乱的主要组织者 位于明州的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 和湾区的解放之路 与黑人的命也是命有血缘关系 这两个组织并非草根民间团体 而是亲共组织 都与华人进步会关系密切 而华人进步会与中共驻美领事馆 关系非同寻常 被认为是中共的外围组织 Crossroads都是方度的 Crossroads都是BOSTON Crossroads都是方式的 现在,BOSTON both 都被刘的空了 公国立法院 都被刘是方式的 毛主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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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都被刘出来的 包括为了15年 几年 CPA,BOSTON very close ties 还絕在表現是 公共努力的 中国政府的 新补市 Dry 7月 美國關閉了中共駐休斯頓領事館 國務卿蓬佩奧稱其為中共在美的間諜窩 新唐人記者李蘭 上鏡綜合報導 好的休息下 之後歡迎繼續回來收看新新聞週刊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唯一的一場副總統候選人辯論當中 副總統彭斯穩扎穩打 列舉川普政府在對抗疫情 美中貿易 提升經濟方面的一系列的亮眼政績 針對民主黨人賀錦麗的說法 用事實和數據來反駁 外界普遍認為 彭斯完勝賀錦麗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場辯論會的一些精彩的時刻 then after a time where we're going through a pandemic that lost 22 million jobs at the height we've already added back 11.6 million jobs because we had a president who cut taxes rolled back regulation, unleashed American energy, fought for free and fair trade and secured 4 trillion dollars from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give direct payments to families save 50 million jobs through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we literally have spared no expense to help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american worker through this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 want to raise taxes they want to bury our economy under a two trillion dollar green new deal which you were one of the original co-sponsors of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they want to abolish fossil fuels and ban fracking which would cos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 jobs all across the heartland lost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joe biden never fought it joe biden has been a cheerleader for communist china through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and and again senator harris you're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you're not entitled to your own facts when joe biden was vice president we lost 200 000 manufacturing jobs and president obama said they were never coming back he said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to know senator kamala harris was one of only 10 members of the senate to vote against the usmca it was a huge win for american auto workers it was a huge win for american farmers especially dairy in the upper midwest but senator you you said it didn't go far enough on climate change but you deserve to know that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 actually criticized the decision to take out salam uh qasem solamani it's really inexplicable but with regard to joe biden it's it's explainable because history records that joe biden actually opposed the raid against osama bin laden i will always fight for a woman's right to make a decision about her own body it should be her decision and not that of donald trump and and the vice president michael pence i couldn't be more proud to serve as vice president to a president who stands without apology for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 i'm pro-life i don't apologize for it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 support taxpayer funding of abortion all the way up to the moment of birth late term abortion they want to increase funding to planned parenthood okay in 1864 one of the i think political heroes certainly of the president i assume if you also mr vice president is abraham lincoln abraham lincoln was up for re-election and it was 27 days before the election and a seat became open o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braham lincoln's party was in charge not not only the white house but the senate but honest abe said it's not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to make the decision about who will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n that person can select who will serve for a lifetime on the highest court of our land and so joe and i are very clear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voting right now and it should be their decision about who will serve on this most important body for a lifetime thank you senator harris susan are voting right now they'd like to know if you and joe biden are going to pack the supreme court if you don't get your way in this nomination let's talk about you once again gave a non-answer joe biden gave a non-answer trying to answer you now people deserve a straight answer and and if you haven't figured it out yet the straight answer is they are going to pack the supreme court if they somehow win this election men and women i gotta tell you people across this country if you cherish our supreme court if you cherish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you need to reject the biden harris ticket come november the the third reelec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stand by that separation powers in a nine seat supreme court 最近美国俄亥俄州和加州都爆出了邮寄选票的出错的事件 而新泽西州的一名邮递员工因为丢弃近百张邮寄选票而被逮捕 但您过注来自美国新泽西州卡尼镇的邮居员工尼古拉斯近日被捕 他被控将上千封邮件丢弃在垃圾桶里 其中包括99张总统大选的选票 而这些选票本应寄给新泽西州的选民 目前还不清楚其犯罪动机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推特上转发了发生在新泽西的案件 在此之前美国多地都出现了邮寄选票被丢弃的情况 包括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水沟里发现了多张缺席选票 在宾州一些军人的邮寄选票被地方选丢弃 全国各个地方目前出现的这种丢弃选票 大部分事件都是对川普总统不利了 这说明出现的这种选举舞弊事件 完全是针对川普总统来的 另外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周四做出重要裁决 要求威斯康辛州邮寄选票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 否决了之前夏季法院的命令 即将该州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延长六天 上诉法院认为 法官不应在最后一刻轻易修改投票规则 威斯康辛州是2020大选最重要的摇摆州之一 目前民调显示 两位候选人在该州的支持率接近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大学临近 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周五却宣布说要成立一个委员会 评估总统是否可以继续履行职责 而就在前一天 白宫医生则刚刚宣布 周六川普总统就可以重新回归公共活动 来看报道 10月8日 白宫医生肖恩·汤里宣布 总统已经完成了新冠病毒治疗 健康状况保持稳定 从本周六十号起 总统就可以重返公共活动 川普随后表示 正在考虑周六 在佛州举行竞选造势活动 而恰在此时 民主党集中院议长佩洛西宣布 要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 通过立法成立一个国会委员会 如证明总统无法履行职责 可用副总统替代总统 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 规定了在总统职位出现空缺时的继任程序 比如在任总统出现了被免职 死亡辞职或丧失了履行总统权力和责任的能力等情况 其实在2018年 反川普势力就已经考虑过 动用第25条宪法修正案 将川普赶出白宫 不过因为难度太大而不了了之 民主党希望把这个川普总统的 这个身体健康因素 作为一个口实来来攻击他 可是目前看来 川普总统在这个中共肺炎之后 仅仅两天就就完全康复 那么现在甚至可以已经回到这个选举 这个活动活动中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民主党打的这个算盘是完全的落空了 他们就寄希望于这个制造一些 就是根本不可行 也非常荒谬这样的借口 来攻击川普总统 当然这些这个口实 这些借口 我觉得是不能够起到任何的作用的 百中发言人麦肯纳尼认为 佩洛西的行为是政治作秀 需要第25条修正案的不是别人 正是佩洛西本人 众议员特林斯说 从通俄门闹剧到可耻的弹劾 现在是宪法第25修正案 佩洛西一刻不停地要把川普拉下台 众议员德林则表示 佩洛西是在搞政变 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更是质疑佩洛西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是否适合再继续担任议长一职 川普在当天的推文中 直接点出了对手此举的目的 是期望如果拜登大选获胜 尽快让贺锦丽上位代替拜登 以推进左派议程 新唐人记者李澜 纽约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之后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新唐人信用周刊 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09年的国庆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发表 团结台湾自信前行的国庆演说 除了计划 未来台湾在变局当中的发展蓝图 也喊话北京 共同促成良性对话 总统府前举办双十国庆典礼 总统蔡英文走进会场 站上主席胎 上全国民众发表国庆演说 蔡英文提到当前国际新情势 除了疫情挑战 还包括区域正在发生的变动 从南海到中印冲突 甚至香港国安法 当前国际新秩序正在成行 因此台湾必须把握先机 宣示台湾将参与更多国际合作与对话 而在台美互动 蔡英文说双方合作已来到行动阶段 而在两岸关系上 对于习近平说中国永不称霸扩张 蔡英文也递出橄榄枝 北京如果能够正视台湾的声音 改变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 和台湾共同促成两岸的和解 跟和平对话 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区域的紧张局势 抛出两岸对话前提是相互尊重 不过现阶段共激平扰台 蔡英文重申 退让不会带来和平 只有精进国防实力 才能降低战争风险 而国庆大典包括前总统 与各党代表都说要出席 蔡英文也说 台湾要团结就能共度挑战 日前 台湾通过国安法的修正草案 在立法院亦度通过 包括进行违反国家认同的政治宣传 可最高罚款新台币10万元 挥舞中共的五星血旗 最高可罚款新台币5万元 国安法修正草案中增定 台湾人民不得为大陆地区 香港 澳门 境外敌对势力 或其派遣的人进行违反国家认同 或配合其统战工作的 设有政治目的的宣传行为 否则将除新台币1万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宣传物品 坐在公共场所升降、悬挂、展示 手持或挥舞其旗帜、标识 将除以新台币1万元以上 5万以下的罚款 且警察机关应予以取缔 而是一个自己团体个人政治上的运用 那基于平等互惠 我们台湾的国旗在中国也不能用 所以五星旗在台湾做政治上的使用的话 应该要有法律予以处罚或禁止 中共渗透台湾有多严重 知名外媒半岛电视台曾做过一个专题报道 台湾 间谍谎言和两岸关系 专题中报道在台北市地标101大楼等地 亲共团体举五星血旗 宣扬共产党 武力统一恐吓台湾民众 暴力对待法轮功学员及民主人士 亲共组织在台湾频频制造分化冲突 甚至企图干扰选举 他们以政党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活动 也不会拿到什么支持 必要的工作 所以说台湾一定要继续做 但是也不用爱化自己 太小看自己 也不要太怕大陆 五星旗在台湾的存在有点像病毒 对台湾的危害 五星旗远远大过纳粹的符号 所以当拿着纳粹的符号 都可以被检视认为是不应该的 该被谴责的 那拿着五星旗的人 难道这个社会不该谴责他们吗 他处心其他伤害的人数 伤害的时间的长度 比纳粹还严重啊 那你怎么可以容忍他 只因为他现在还在吗 台湾有很多跟中国共产党互通讯息的人啊 所以台湾才会这么乱啊 此案由立委王定宇提出 提案指出 中共不仅没有放弃武力吞并台湾的打算 还利用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 吸收部分团体和个人进行宣传 配合其以消灭台湾民主政体 为目的的对台统战 因此需要从法治上 建立民主宪政的防卫机制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